肝癌晚期会传染吗? 马志胜西电集团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肝癌它是一种恶性肿瘤 它本身并不具备传染性 它不同于病毒性肝炎 当然,在肝癌晚期,病人会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 脏器功能衰竭 甚至出现全身衰竭 但是它本身并不会以任何途径传染给其他人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说我们国家是一个肝炎大国 相当一部分病毒性肝炎 最后都有可能演化成肝硬化 发展成肝癌 因此预防肝癌 我们还是要从阻断病毒性肝炎 特别是乙型肝炎开始 比如我们国家实行的计划免疫 我们现在孩子一出生 就给他打乙肝疫苗 有效地阻断了乙型肝炎的发病 从而有效地降低了肝癌的发病率 专家提示 一本身不具备传染性 二预防肝癌阻断病毒性肝炎 乙型肝炎计划免疫 降低肝癌发病率 二预防肝炎